我常會說 我以前出去都會問 或者問我的個案 說 你行想一個人 如果在一個空間你一個人 你通常會做什麼事情 我一直覺得 手機的發明其實是很殘忍的一件事情 因為它剝奪了人們面對自我的機會 它減少了你面對孤獨的空間 因為你只要有手機 你就可以不孤獨 就算遇不到人 還有糖果 所以在那個過程中裡面 其實它是可怕的 那孤獨的重要性在於 你試著去想 你怎麼去看待你自己 我常會舉這樣的例子 當你生命中一個 或者你生命中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人 跟你發生的衝突 你跟它反目成仇 而今天某一天 你們兩個同時進到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只有你們兩個人 請問你會怎麼樣 OK 很多人會立刻想要離開 會坐立難安 那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不喜歡你自己 獨處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情境 因為你不知道怎麼樣去面對你自己 OK 有一本書叫不知道我不知道 那這本書 是一個留美的化學博士 一個女生寫的 她在美國得到化學博士之後 長生同名校的化學博士之後 留在美國工作 她就覺得她的人生離蕩應該 已經達到一個完美的階段 可是她非常非常不快樂 於是她重新去念心理所 我在念心理所的過程中裡面 她開始去反擊她自己的生命歷程 其實台灣的教育模式 大部分都是在懲罰教育下長大 我們會不斷的引導孩子 甚至我們在成立成長過程中裡面 都是不斷的被告訴要去看見自己的不足 因為這樣我們才能成長 可是當我們不習慣去看見自己有什麼的時候 她其實是很可怕的 所以故事裡面舉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 這個女生有一天出門的時候 她的隔壁鄰居一個老外 一樣走出來 然後就告訴她 Mr.趙 趙小姐你今天非常的漂亮 建築友這樣跟你說 你會怎麼回應 你可以想一想 那這個Mr.趙 她就秉持著 中國傳統婦女的美德千驅 她就說 喔沒有沒有 OK 那這個老外 這種鄰居真的是天上難得有 這老外就說 沒有 所以趙小姐你就一直說我說謊囉 然後Mr.趙就覺得 蛤不是不是不是 她說我說你很漂亮 你說沒有 你就是在說我說謊 那為什麼我說你漂亮你要說我說謊 我又沒有說謊 那老外就一直在那邊跟他變這樣子 那這個Mr.趙就越來越驚慌這樣子 他就會覺得 為什麼他越來越生氣了 就是我為什麼把一個稱讚我很美的人 搞得這麼生氣這樣子 於是他就開始不斷的自我指責 就覺得我到底是哪裡出問你 我到底是怎麼樣 那後來他只是跟這個人講說 我的文化告訴我 當被別人讚美的時候要否定 OK 那這個老外就更神奇了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文化 OK 然後他就說 我們的文化叫做謙虛 那我的意思不是說你不要謙虛 只是在那個過程中裡面 你慢慢去想一件事情 如果你在生命成長逆程中裡面 別人對你的否定你都照單全收 別人對你的肯定你都說沒有沒有沒有 那你心出來的到底是什麼樣的自己 你有沒有想過 那你有沒有試著去看看他 所以我會鼓勵一件事 當你在獨處的時候你是坐立難安的 尤其是當那一天忘了帶手機的時候 OK 我覺得那正是一個機會回頭 回過頭去看你自己 你怎麼樣去面對你自己 你喜不喜歡你自己 OK 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議題 OK 那一樣 如果你會害怕與恐懼 是否因為長久的遺棄自己 OK 你覺得自己不夠好 你知道家庭 我很多年沒有講家庭 因為講家庭議題太沉重 OK 沉重到物語復教 我也是講家庭議題 講的 就我以前在社區大學開課的時候 那因為專門講家庭議題 然後 上了大概一個月以後 某一個學員的先生就來了 然後我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旁聽 我說可以啊 怎麼了 我大概每次上完課回去 兩個眼睛都哭得腫了像麵包一樣 我們到底在上什麼東西啊 我還聽聽看 我說好啊 沒關係 你做這樣子 那天要哭得多大聲 把所有人都嚇到 那 家庭議題很沉重 那 你知道嗎 人在成長的一程中 尤其是你小時候 每個人在小時候成長過程中裡面 當你得不到足夠的愛的時候 我很坦白講 沒有人可以得到足夠的愛 因為 我們的父母都不是完美的 雖然他們很努力的在做父母 可是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議題 OK 那當你沒有得到足夠的愛的時候 你會開始懷疑 是不是我不夠好 所以我父母不夠愛我 那如果這時候父母又開始 又常常會指責你的時候 你就更加肯定 對 就是因為我不夠好 所以導致現在這些所有的情況 都是我害的 你知道這樣的自我議題 其實每個人幾乎都有 所以在成長的一程中裡面 怎麼樣慢慢去修正這樣的議題 當你看見人的生命成長的一程中 一定會遇到這樣的難題的時候 你怎麼樣回過頭去修正跟處理 我會覺得 坦白講 中年這個議題 本來就是最值得去幫助的 尤其是當孩子高中大學離家以後 那是一個非常值得去探究的議題 OK 別扭 OK 找不到對話的語言 我到底怎麼跟我自己講話 OK 我真的不跟他不熟 那如果是這樣的狀況 你可以去想一想 他有什麼語言是你可以聽進去的 OK 憤怒 是否存在兩人之間的衝突 我才會講一個個案 因為這個個案 帶給我很大的衝擊 我在大學的時候 跟他談了四年半 每個禮拜一次 所以你可以想要談多少次 OK 那這個個案從一開始來 他談 他多恨他自己這樣子 我就跟他說 如果現在你 站在你面前 你會怎麼對待他 他就說 我會拿一支火箭頭去轟他 我想 這是我早有的仇恨這樣子 怎麼這麼強 我就說 你給我一年的時間 我們看火箭頭 可不可以換成衝撲槍 好不好 他說好 OK 談了一年 我就說 再給我一年 我們把衝撲槍換成左輪手槍 他猶豫了一下 好 反正都會死 沒關係 OK 換左輪手槍 再談一年 我跟他說 我們換成小道 他猶豫了一下 好 第四年的時候 我說 我們看能不能換成笑瓶劑 他說笑瓶劑不好吧 橡皮筋能幹嘛 我說 刀子跟橡皮筋其實沒有差多少 他說 後來就說 好 因為到四年半 他研究所要畢業了 我就說 你有沒有想過有一天可以握手和喊 他說 老師我以前沒想過 可是我現在真的有認真在想這件事情 因為橡皮筋 有時候射出去不小心會彈到自己 OK 那 也許可以試著不要再用笑瓶劑 OK 所以你怎麼去面對你自己跟看待你自己 我會覺得這是一個需要在孤獨的場合裡面試著去理清的一件事情 OK 好 所以我們回過來談 小象為什麼會變大象 OK 記得嗎 他這裡寫 爹爹送我一隻小象 有時候會變成大象 真的很大隻喔 左右腳 媽媽送我一隻貓 有時候小貓會變成大貓 OK 所以他遇到那個男孩子的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印象 他說 我比他幸福 因為我是個魔術師 OK 可是後來他發覺 其實這個小男生比他還要好 於是他才知道 原來小狗 不會變成大狗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好 為什麼 這中間存在什麼樣的差異 我一開始在看這一段的時候 然後我立刻想到的 就是講義裡面附的那一篇 陳秀喜的樹的愛樂 陳秀喜是台灣第一位女詩人 OK 那我非常非常喜歡這一首詩 OK 土地被陽光漂白 成為一面鏡子 樹樂於看八等生的自己 樹也悲哀過 逐漸矮小的自己 樹的心情 一熱一冷 任光於影百步 陽光被雲翼 樹影跟鏡子消失 樹孤獨時才發覺 扎根在泥土的 才是真的存在 認識了自己 樹的心 纏下來 這也不管那些 光於影的把戲 扎根在泥土的 才是自己 對這個小女生來說 當她 對父母的依戀 對親情的依戀 非常非常強烈的時候 那個貓跟大象的意象 會開始變換 她非常非常思念 她爺爺的時候 小象會變成 OK 她渴望爺爺在身邊 OK 她非常思念母親的時候 OK 因為她看不到她自己 她的存在是靠這些人 去證明出來的 可是你試著去想 這是每個人必須經歷的過程 可是如果你慢慢長大以後 別人不再對你擁有 同樣的關注的時候 你必須找回 你自己究竟是什麼樣貌 OK 而那個關鍵就是孤獨 所以孤獨的精彩在於 它拉出了內在的空間 OK 它讓你可以試著跟自己說話 讓你試著去問自己 我對我自己好不好 我是拿火箭筒 衝鋒槍 刀子 還是橡皮筋 OK 我可不可以一個人的時候 試著去想這樣的對話 而我可以告訴你們 其實大部分的人 他的武器都高於橡皮筋 所以你如果一個人的時候 突然想到 操擾我是拿刀子 你也不用害怕 OK 那我會覺得那是一個歷程 你怎麼樣慢慢去轉化 這樣的一個歷程 OK 所以 學會以自己的對話 了解自己 OK 那甚至可不可以 給自己一個 穩定的內在空間 我其實非常非常感激 一本書跟一部電影 叫做一個人 一個人 朱莉亞羅伯之眼 一個人的旅行 OK 為什麼我非常感激這部電影 是因為 你知道在過去的年代 這部電影之前 你可以試試看 當你跟朋友說 等一下去哪裡 比如說等一下結束了 等一下去哪裡 我要去吃飯 跟誰一個人 你是沒朋友 OK 或者你跟朋友講說 等一下一個人去看電影 當然會帶著奇怪的眼光 你是怎樣 就不用講說 你要一個人去旅行 OK 大家就會帶著異樣的眼光 然後一直去想 這個人一定很好的 連找一個跟他一起去的人都沒有 可是這部電影出來以後 我突然可以明正言順的去說 我要一個人去旅行 我多麼感激這部電影 OK 也就是 一個人其實是重要的 因為在一個人的過程中裡面 你才有機會跟自己多處 你才有機會好好去想一想 我要的到底是什麼 OK 那我 常常在想 我跟我的心理師都會有督導 我跟我督導都是男生 然後 翁昌會很感嘆一件事情 OK 我們就在說 跟很多女生來講 會覺得這個社會對女生是不公平的 對男生是得天獨厚的 我並不否認這件事情 OK 可是你知道它是有代價的 什麼代價 你可以去看一下你周圍 60歲以上的男性 或者退休以上的男性 很少男性有本事過得比女性好 我這樣講其實是比較保守 我們不要講太直接 OK 那其實在這個過程中裡面 你卻會發覺 某些情況其實也許它是公平的 那你怎麼樣面對你的人生 你為你的人生付出多少 它會影響你接續為你人生努力的生命震度 OK 出走 為什麼要出走 OK 如果你在同樣的場域跟同樣的空間 OK 你沒有辦法卸下那個角色的時候 出走可以幫助你卸下 所以我來高中 我很坦白講 我最大的一個努力感 跟在大學不同的一個部分是 大學在心理智商的層面上 可以做得非常厲害的事 高中真的不行 我試過 為什麼 因為他還住在家裡 OK 講了一個禮拜 爸媽只要20分鐘就可以倒回原期 OK 那所以有些時候其實 大學離家 那在離家的過程中裡面 有些時候有一兩個月 讓他行訴某種信念慢慢回家 他可以開始去對抗 也不能說對抗 開始試著去活出另外一個要忙的時候 它是必然的過程 所以出走來自於 你可不可以卸下本來的角色 試著去活出另外一個面向 你要的 試著去問自己 我要的部分是什麼 有些時候甚至一個非常簡單的行為 就可以讓你變得非常非常不同 比如說去淋雨 如果你真的非常久沒有淋雨了 那記得不要感冒 那在那個過程中裡面 你會發覺原來可以淋雨 是件很幸福的事 我年輕的時候有一首歌很有名 叫 《反正我已經好久沒有淋雨》 聽了兩個字 任杰林吧 那 我記得我當時非常喜歡這一首歌 是因為我很喜歡淋雨 很小時候那樣的一個狀態 OK 所以 出走來自於 當 你到了一個陌生的環境以後 你突然有機會覺得 我可不可以不要在意別人的眼光 單純的去活出我要的樣貌 OK 會帶入自然是因為 有些時候 當你懷抱自然的情境裡面 我的某個身份是自然的解說源 那 我在帶自然體驗的時候 其實我感觸很深 就是 人們在面對自然的時候 你知道 你下次有機會你可以試試看 不管躺在一片草地上 或者躺在一片森林裡 你知道那個躺下 在某些層面上是非常非常舒服的 因為人一直在尋找一種 無條件的支持跟堅囊 而其實在現實的人際氛圍裡面 這件事情是不可能會發生的 可是人在面對自然的時候 這種事情是有可能發生的 當你把所有的體重 撐在一個土地上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 原來是有自然這個東西 它有一點無條件去堅囊 在那個過程中裡面 你的心會比較放得開來 所以我常常會覺得 面對自然的時候 它是一種 互為主體的互換 所以故事裡面 一樣 這個小女生要回到山上 她跟這個小男生一起 中間經過了幾段自然的鋪陳 我很喜歡這一張 我唸大學的時候 常常一個人騎摩車去台灣四處旅行 然後拍照這樣 然後我當時在座很多媽媽 我當時每次跟我媽媽講 我媽媽就會覺得 不好很危險 不要這樣 後來我爸 就是有一次就打電話給我 我跟你講 以後出門前 不要再拿給你媽了 回來再抱平安就好 所以我出去 然後可能過幾天 我媽我前幾天去哪裡 跑了兩天 回來就好 好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你就會發覺 我爸說來真的沒有錯 我後來就改成回來再講這樣子 那我也印象很深刻 我騎車到苗栗那附近 然後就因為騎摩車嘛 一個人在哪裡 然後就一個開西瓜 就是整車都是西瓜的農夫 就停下來就問我 那你要去哪裡這樣子 我就跟他說我要去哪裡 他說 你把摩托車牽上來 我載你去 我說不用不用 我騎車就好了 然後那個阿伯就非常堅持 我就叫你上來 我就載你一段嘛 我說喔好啦 我就牽上去 那你要負責吃一粒西瓜喔 他說 蛤 我說我種的很甜 別人都要買 我送你吃你還不吃 我說喔好 這是我聲明第一次拿 他還沒有給我刀子 我就在想 你這樣貴了 那你叫我把它吃掉 他也不是拔到我還可以用咬的 然後後來我就 我隨身會帶瑞士刀 一個人在外面 然後瑞士刀慢慢切 他就看我在外面切 整粒吃完喔 吃完才可以下車 然後我想 那其實那個過程是很有趣的 那個老先生這樣子 後來果然開到了 我還吃完 怎麼可能吃得完 他說沒關係 我在這邊等你慢慢吃 反正不吃完就不能下車就對了 然後後來 我吃了超過一半 他還說 好剩下我幫你吃 然後才放我出來這樣子 那你知道 我會跟學生鼓勵一件事情 包括我現在教高一的學生 我都請他們去做一件事 因為哪一天放假的時候 一個人到高雄火車站 拿你身上的所有零錢 去買一張普通票的車票 比如說去酒區堂 或者去哪裡 你就一個人坐到那裡 下去走 最好還被狗追 印象比較深刻 然後就去 去了三四個小時 回來 你的人生會變得不同 然後 我有一個學生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座的孩子 OK 那也許我跟妳講 這一段妳會生氣 因為妳覺得我孩子 怎麼可以冒險 但是 我很老闆講 他跟我講的時候 我非常的感動 我有一個學生 他去年來找我 很開心 OK 然後一開始就想說 老師我失戀了 我就想 失戀的表情 不應該這麼開心 你發生什麼事 OK 他說 我在生日的前一天失戀 OK 也就是 禮拜六 禮拜五十年 禮拜六是我生日 那天是禮拜一 然後他就說 我女朋友禮拜四 禮拜五跑來跟我說 我們不應該再繼續了 而且這時候說最好 我還可以少準備一個生日禮物 這也太殘忍了吧 這我還是分手好了 然後後來他就說 然後我就非常非常傷心這樣子 然後禮拜六 我就一直在想 我想一個人出去走一走 我想離開台灣 我想 後來我想一想 我就決定了 我要去小琉球 OK 然後 他就 窮東的左前 那個火車站左前方 剛好就可以坐船去東港 他就跑去坐車 然後在車上的時候 他就一直問那個司機 請問一下 去小琉球的渡船頭 要在哪裡下車 他說那個司機都不理他 他問了三次他都不理他 後來就有一個年輕人爬來說 你要去小琉球 他說對 我是小琉球人 我等一下帶你去 OK 然後於是到了 車站下車 這個人就一直帶他 帶著他去坐船 坐到小琉球以後 他就問他 那你接著要做什麼 他說我想租一台腳踏車 四處騎一騎這樣子 然後這個年輕人 就跟他說 在小琉球沒有人在騎腳踏車的 會中暑啦 傻瓜 小琉球都騎摩托車 他說不行我17歲沒有駕照 小琉球沒有人在騎駕照的啦 沒關係啦 你就 我去幫你弄一台啦 於是他就弄一台摩托車啦 他說 我沒有騎過摩托車我不會騎 摩托車這種東西 坐上去就會騎了 他不用學啦 於是他就 坐起來就去騎了這樣子 然後他生平第一次騎摩托車 就是他17歲 遇到這一個很特別的人 OK 後來騎往回來以後 這個年輕人沒有跟他收摩托車的錢 OK 他還跟他說我本來要幫你買船票 可是我不知道幾點回來 他就回來 他就很開心跟我講這件事情 那他就跟我講一件事 他說 老師我覺得這件事情 我會說一輩子 他帶給我的影響非常非常大 OK 他甚至我從來沒有想過 我現在想到那個女生 我還是會很懂 可是我發覺我變得不一樣 OK 那我常常跟學生說 告訴他們記得兩件事 第一件事 一定要在15歲到25歲 做一件你可以說一輩子的事 不要傷害放骨 做一件你可以說一輩子的事 為什麼 當你到了四五十歲 五六十歲 你回過頭去看你青春的時候 你可以去談 我告訴你我年輕的時候做了怎麼樣 怎麼樣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驕傲的過程 你怎麼樣去認同我的生命歷程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學一件你可以玩一輩子的興趣 我曾經在前年吧 我發一個作業 讓學生去勾勒 二十年後的生命圖像 我很坦白講 我收回來的時候 我真的是嚇到 不知道該怎麼改 於是我跟他們說 這一次作業不算分 熊中的學生 有三分之一的人寫 他未來要當公務員 OK 我不是說當公務員不好 我就把學生找來講 我說當你要當公務員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你要當公務員 他說不用加班 OK 現在學生其實很神奇 包括我在面試的過程中裡面 口試模擬 然後他就說老師我沒有要念志工 為什麼他會爆肝 我沒有要念電機他會爆肝 我不要當醫生他會爆肝 我說請問一下哪個行業不爆肝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他說我覺得除了這些以外 他都會爆肝 我就跟他說 我告訴你有一間大學 絕對不會爆肝 而且分數很低 他叫加里頓 其實也會因為打電動會爆肝 那你就會發覺 我就跟他們 我會挑戰他們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要加班 這是OK的 我一直覺得加班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OK 為什麼會形成一個國家的文化 那當你有這麼多時間的時候 請你告訴我 你怎麼去安排你的人生 OK 也就是當你不用上班 你的上班時間只有八個小時 你睡覺八個小時 請你告訴我 你剩下的八個小時 你要做什麼事 其實很多人是說不出來的 OK 你可不可以找到這八個小時的樂子 人生其實是很有趣的 我一直在跟你講 人生很有趣 你可不可以找到這個有趣的地方 OK 所以一樣 就是你怎麼去看待你的人生 你怎麼去看待 你對未來的想法是什麼 那個藍圖你們勾勒得清清楚楚 你才會有繼續往前的力量 OK 所以 自然所帶給人們的 我會覺得 雲碧你所想像的要更美好 那 我會鼓勵大家去 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年紀 都有一點積極基礎 那試著去找一個屬於你的秘密花園 OK 那 這是重要的 這次我已經開始鼓勵我的學生去找 他們的秘密花園 OK 它不見得要是什麼非常偏僻的地方 或者不會有人去到的地方 它可不可以是民生古蹟 可以 包括日月潭 你喜歡日月潭 你就去找日月潭 日月潭的某個地方 OK 秘密花園的意義在哪裡 我會把它看成是一個心理銀行 也就是 當你狀況好的時候 你去到那個地方 你把你的能量存在那個地方 而當你心理不好的 你狀況不好的時候 你去到那個地方 你可以把你的能量提取回來 我一直覺得 人最大的 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 你突然覺得我要離家出走了 東西拿一拿走到門口 我要去哪裡 公園到一圈 我回來了 你知道嗎 那個不堪其實是很難過的 那個難過會突然覺得天地之大 無我容身之處 知道嗎 所以我沒有這樣跟學生說 可是我每次學生 離家出走以後 我都會非常鄙夷他們 因為在 麥當勞每次都會找到 然後你就會覺得 就是變不出把戲嘛 你其實哪裡也出不了 你的生活方圍就是在這裡 所以離家出走不是在 麥當勞就是在網咖 一下子就找到了 OK 那在那個過程中 當然我們期待可以找到啦 只是在那個過程中裡面 你就會發覺 他身邊的局限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那你可不可以 試著去找到你的心理銀行 當你傷心難過的時候 你突然覺得 我可以去到那裡 你知道那是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就好比 如果你有一個溫暖的家 你突然覺得我要回家療傷 這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那我會鼓勵的就是 當你慢慢長大 當你在這樣的一個年紀的時候 其實這個地方不見得要局限在別人 所給予你這樣的一個地方 而是你去創造出這樣的一個地方 甚至創造出這個屬於你自己的地方 我會覺得那是必要的 自然的療癒力 這我剛剛要講的 以人為主體跟以自然為主體 來自於你能不能更開放 面對自然所帶給你的能量 可能因為我長期都在自然解說 都在自然裡面 我會一個人泡在還沒有結婚之前 我會一個人在自然裡面待非常久 甚至會做別人覺得非常奇怪的事情 比如說我一個人半夜待在森林裡面 就搭在森林裡面 就一個人躲在裡面 然後過一夜以後再出來 就遠池森林這樣子 還好一直沒有被熊抓走 那我一直覺得 其實在面對自然的時候 他們帶給你非常非常大的心理能量 那後來我慢慢發覺一件事情 其實面對自然的時候 甚至可以帶給你自我的預見 比如說當你一開始 假設你看到這座山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座山很美很美 好 如果你那一天肚子非常的餓 你就會覺得這座山的山頭 很像林泰鋒的小籃包 你就會一直覺得 越看越像 越看越餓 那是建山不是山的內心 也就是你開始覺得 它裡面的自然的時候 你的內在一些液體其實會跑出來的 如果你一個人在那個地方待的夠久 而當你能夠試著去處理掉 這樣的一個心理議題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山又是山 它不再是小籃包 你吃飽以後再看你就覺得 奇怪為什麼昨天看覺得它很像小籃包 今天看一點都不像 因為你處理掉你的心理議題 所以如果你不熟悉自我的對話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找到一個媒介去達成 這樣的一個轉折空間 那同樣還是回到自我對話的必要 出走更遠一點是流浪 更長時間去流浪 那流浪的過程中裡面 一樣 你可不可以重新去面對你的生命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我其實很震撼 這個作者叫松普彌太郎 他寫了一本書叫 給40歲的嶄新開始 然後他說 當你40歲的時候 你要告訴你自己 人生的巔峰在70歲 你就會想 這個人也太有氣魄了吧 然後他提出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概念其實非常的好 他說人一生下來 就像從蟲卵變成毛毛蟲 過了40歲 40個年頭 你終於長成了一隻巨大無比的毛毛蟲 這時候你得要不抵自己 你要繼續在毛毛蟲裡面作威作福 還是你要畫有成點 成一隻菜鳥的蝴蝶 所以我會鼓勵一件事情是 對我來講 教一個學生最重要的來自於 他可不可以找到學習的熱情 只要這個東西還在 現在書有什麼關係 只要學習熱情不在 他生命永遠不知道在哪個點會停下來 那他願意去學 人生就會變得有趣 流浪在某些層面上 你知道當你越來越貼近你自己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渴望成為你自己 而在那個渴望成為自己的過程中 你會開始有所衝突 那個衝突是 你面對外在環境 希望你依然在那樣的角色扮演之中 可是你變得不同 OK 包括這幾年 我在處理夫妻一體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會常發生的一個狀況是 當夫妻雙方一方開始不斷的成長 一方選擇停滯不前的時候 那個衝突性是高的 停滯不前的會試著把那個想要成長的拉下來 OK 他會覺得 因為一方一直成長會帶來不安 OK 可是我會覺得這個議題 本來就必須回到關係裡面去討論 為什麼這個人是停滯不前 這個人是渴望成長的 到底那個過程的衝撞發生了什麼事情 OK 那對那個渴望成長的人來講 一樣 他必須重新去思維一件事情是 到底在角色扮演跟自我價值之間 他做什麼樣的選擇 OK 我會覺得那是必要的 就好比親一天才有一個 朋友問我一件事情 他覺得他非常非常不快樂 他老公對他不好 他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坦白講已經跟我抱怨一年了 OK 那我一直去提醒他一件事情 你做了什麼 你覺得怎麼樣可以快樂 他就說只要我老公對我好 我就說我說的不是你老公可以怎麼樣 我說的是你覺得你可以怎麼樣可以快樂 你做了什麼 他講如果我兒子怎麼樣 我就覺得快抓狂 可不可以不要別人 你自己你覺得什麼 他說我自己會孤單 那我們就從孤單開始 OK 你可不可以試著讓自己一個人的時候不會孤單 而不是寄託在我周圍人的改變 這是重要的 OK 如果人生的丟空在七十歲 四十歲去構築一個夢想 應該是不為過的一件事 對不對 所以 也許如果你現在開始面臨空潮期 或者你即將面臨空潮期 你可不可以重新去勾勒你的夢想是什麼 OK 還是一樣 你可不可以試著把人生變得是有趣的 我一直覺得人生是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 我昨天在做一件事 我相信在座各位 絕對不會覺得這件事有什麼好玩 可是我可以玩得非常開心 我昨天在切洋蔥 因為我老婆今天早上要做我魚沙拉 我老婆切洋蔥會流眼淚 所以把洋蔥切成碎末是我的工作 OK 可是我愛死這個工作了 你就會覺得更多好玩 你這樣一直切一直切 然後慢慢會剁戲剁戲剁戲 我不知道之前我是屠夫還是怎樣 你就會覺得多好玩 好玩這樣 那在那個過程中裡面 一樣你可不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裡面 去找到一個有趣的地方 從這個有趣的地方去延伸出一個夢想 我人生可不可以是變得不同的 OK 那我會覺得那個基本前提就在於 我貼近之後看見我自己 我自然就會從我自己身上去找到有趣 找到我在意的部分是什麼 我每次去一些學習的場合 我只要看到年紀稍微大一點的人 其實我都非常感動 比如說帶我小孩去學音樂的時候 看到有人四五十歲開始要學鋼琴 我都會非常感動 我都會覺得 起碼他們覺得 我小時候沒有學過鋼琴 我現在有能力 我可不可以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那無關於好或者不好 那是關於我願意為我自己做一些改變 跟做一些滿足我自己所想要的一些事情 而你知道 重新找回夢想的能力是重要的 你要把那個夢想想的非常的可怕 OK 它可以是有趣的 它可以是非常單純的 只是回到你生活上的改變 OK 對不起放這麼沉重的一句話 我後來聽到一個不同的版本 有一個已經退休了 有一位佛大老師叫謝錦璃玉老師 我也是跟他聊天的時候 他說這句話現在不能這樣講 現在平均年齡已經延長 所以現在八十歲才買 那現在幼稚化 二十五歲就死了 所以二十五歲就死了 八十歲才賣 OK 二十五歲到八十歲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OK 那你是覺得其實它是很可怕的 OK 因為 你失去了 活著的一種本質 或者一種意義跟價值 那 我會去覺得說 我曾經有學生問我 社區大學的學生大人問我說 老師你不覺得你這樣活著太辛苦了嗎 OK 我就說為什麼 他說你要做很多事你要學很多東西 你要怎麼樣你要怎麼樣 OK 我就說你如果覺得這些事很快樂的話 你還會覺得它辛苦嗎 OK 他就說我從來不會覺得這些事情有什麼好快樂的 那我就會問他說 那你覺得看電視會很快樂嗎 他說不會 可是除了看電視我還可以做什麼 OK 那一樣你就會發覺 當你不知道你要做什麼的時候 他所凸顯的是一個困境是 你其實不可了解你自己 還有兩個可能 一個是就算你知道你也不敢去做不敢去說 你覺得說出來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OK 它會造成關係的不穩定 它造成整個人際氛圍的改變 OK 可是你必須回過頭去問你自己 OK 這是你的人生 OK 好 所以 能不能給一個聽聽自己說話的機會 OK 能不能試著去聽聽看你內在裡面所在乎的究竟是什麼 我常常會去談一件事情 很多人會問我喜歡看書好不好 我會這麼說 喜歡看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OK 所以我帶著我的孩子看書 可是喜歡看書有一個很可怕的狀況 尤其是你如果不小心喜歡看心靈成長的書 我可以告訴你它更可怕 為什麼 因為當你看得越來越多 人應該怎麼活著才叫做好 包括不小心在這裡通過亂講這樣子 OK 那你心裡面會形出一個應該的框架 我應該要怎麼做才是好的 OK 比如說你今天回去以後就開始說 感覺七洋蔥一定要牽出樂趣才是好的 不要這麼辛苦好不好 你不喜歡切就不喜歡切 OK 那你知道人活在一個應該裡面 它其實是很可怕的 但我覺得這個社會氛圍裡面 它會形出一個很奇怪的特質是 活得好是一個應該 活得讓人家讚美是一個應該 OK 那當我看書的時候 感覺就是 當我有在看書我就應該活得好 所以你知道嗎 包括曾經就有朋友告訴我說 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今天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你心情不好 那其他人告訴你 那你不是都有去家長讀書會成長嗎 OK 你會不會覺得聽到這句話你就很火大 OK 就像我最火大的一件事就是 人家告訴我 那你不是心理師嗎 我就更兇的告訴他 心理師又怎樣 心理師不能生氣是不是 OK 我曾經看過兩個教授級的心理師 兩個吵架 那才叫做經典 OK 那真的吵來吵去 你知道那個先生試著跟那個太太說 你不要這樣 我知道你現在很難過 那個太太就會說 你少在那邊跟我同理 你以為你心理師了不起是不是 我沒有吵來吵去 然後那個先生就說 好我們現在不當心理師 開始吵 就吵翻了那樣子 我覺得可不可以不要有那樣的框架 在於我必須活得非常的美好 可不可以貼近一點 我可不可以活得稍微真實一點 或者我一個人的時候 可不可以活得稍微真實一點 我覺得 當你願意這麼做 你就可以聽見你自己的聲音 而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遇見以後 我很坦白講 遇見自己 不是一件多快樂的事 為什麼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自己 你早就遇見了 如果你跟內在的自己 一直都是手牽手在外面晃來晃去的時候 你們這個過程中也從來沒有分開過 通常需要花力氣重新去遇見 就是你永遠拿著蟲光槍 在那邊躲來躲去躲來躲去 有一天終於被你遇到了 OK 你一直告訴他 拿著槍一直告訴他 我們應該要好好相處 我們把你坐下來 OK 那感覺其實不會多美好 可是我會覺得 你可不可以試著在那段過程中裡面 慢慢去看見 我自己的樣貌是什麼 我少掉一點批判 尤其是當你年紀 慢慢的長成 當你開始看見更多人性的東西的時候 我會覺得 對人的接納應該要更多一點 我很喜歡這段話 人生五章 然後他取自西藏生死出 那這是印度很有 西藏很有名的一段話 他就在講 我走上街 人行道上有一個坑洞 我掉了進去 我迷失了 我絕望了 這不是我的錯 我費了好大的功夫才爬出來 OK 第二段 我走在同一條街上 人行道上有一個坑洞 我假裝沒看到 還是掉進去 我不能相信 我居然會掉在同樣的地坑 但這不是我的錯 我還是花很長的時間才爬出來 第三章 我走上同一條街 人行道上有一個坑洞 我看到他在那 但還是掉了進去 這是一個習慣 我的眼睛張著 我知道我在那 這是我的錯 我立刻爬了出來 你知道最難的是 從第二個到第三個 OK 你能不能去承認 這是你的錯 當你願意去承認 這是你的錯 你就有機會跨到第四個 我繞道而過 再到第五個 因為你的力氣不再拿來 對自己說謊 跟為自己造利用 我一直覺得 人的心理能量是一定的 當你把所有的心理能量 拿來否定跟壓抑的時候 你自然沒有太大的力氣 去做其他事情 可是當你把壓抑跟否定去掉以後 你的心理能量其實是暴增的 那個暴增會讓你非常非常渴望 去做各式各樣的冒險 跟各式各樣的改變 OK 於是他就會走上另外一條街 走進去看到另外一條街的風景 OK 所以 遇見之後 我會覺得 可不可以給自己更多的包容跟允許 而不是遇見之後是批判 OK 我很坦白講 很多時候的遇見 包括我在帶個案 試著做心理治療的時候 他們一開始的遇見 都是帶著非常沉重的批判 OK 那我都會試著去告訴他 可不可以先試著去接納 不管好或者不好 都先去接納跟理解 OK 那當你慢慢的能夠接納的時候 你慢慢的就能夠去懂得 當時的自己沒有太多選擇 跟沒有太多的能量去做任何的改變 只能待在這樣的一個處境 做出這樣的一個行徑 你需要有人去聽跟懂這樣的你自己 不管他是小時候的你還是長大後的你 OK 如果你一直找不到這樣的人 去聽跟懂這樣的你自己的時候 你可不可以試著去做這樣的人 你可不可以試著去聽你自己想要說的話 OK 這是我的座右銘 一個人是該被疼的 尤其是該被自己疼 我曾經遇到一個很可愛的個案 他很激動 胸中的學生高一 然後有一次他突然很傷心地爬一操 他說 老師我很難過這樣子 我就說好我們來談一下 後來請去智商吃 他就說 老師我一定是被領養的 我就說發生什麼事 他說我非常肯定我是被領養的 OK 你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我昨天吃晚飯的時候 終於想通了 我是被領養的 我說你可不可以告訴我發生什麼事 他說 我有一個兩歲的弟弟 然後昨天在吃飯的時候 他說其實每天都一樣 我只是昨天突然腦袋清楚 昨天在吃飯的時候 我的弟弟左邊坐著我的媽媽 右邊坐著我的爸爸 然後 我媽媽就拿著湯匙餵我弟弟 我爸爸在旁邊喊 這樣子 然後我弟弟吃一口以後 他們兩個就在旁邊鼓掌 好棒 然後我就坐在另外一角 我就突然覺得這有什麼 我就跟他說 這有什麼了不起 我還可以吃兩碗 你知道我爸媽說什麼 我爸媽就說 趕快吃一吃啦 作業寫完了沒 你說我是不是領養的 或者跟他說一句話 我可以肯定 你在兩歲的時候 應該也是得到同樣的對待 最大的悲劇是 不好意思 你長大 如果你現在每吃一口飯 要你爸媽在旁邊鼓掌 我也是會很擔心 你知道 人在車廂歷程中裡面 就是很吊詭的 就是小孩子 他隨便怎樣都可以得到很多的掌聲 跟鼓勵 他長得很胖 你就會覺得 整個整個看起來很浮象 你不會說他怎樣 可是你覺得慢慢長大以後 到國小到國中 被讚美的次數變少了 到高中就不用講了 我們學校學生最大的感觸 就是 一個學生曾經寫說 他覺得來念熊中 就好像穿了哈利波特的引擎衣 再也沒有人看得到他了 在那個過程中裡面 我只是去提醒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 長大了表示你能夠開始照顧別人 跟疼惜別人的時候 長大絕對不是意味著你不需要再被疼惜了 而是你必須把這樣的角色 拉回到自己身上 你會試著自己對自己好一點 這是很重要的 而不是永遠去期待別人對你好 你會試著自己去疼惜你自己 那我一直試著去談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自於 我過去的工作裡面 我在大學當了五年的心理師 後來去醫院當心理師 我遇到的很多是不快樂的 我周圍的人都是不快樂的 OK 那我常不斷地在想 尤其是 你們可以猜一下 你們覺得在 我之前在中正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 你們覺得學生會去智商中心找心理師的 你覺得比例高不高 覺得很高的舉手 覺得不高的 好 謝謝 我一年最高峰的時候 接了八百多人次 高到超乎你的想像 如果櫃子地有人唸台大的話 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十月去台大的智商中心預約 他會告訴你十二月中就可以排到你了 現在的大學生 我會覺得他們的態度改變非常非常的多 為什麼 他們想要試著去釐清自己 甚至想要試著去處理自己的議題 OK 然後他們知道 在大學的智商中心 跟這些心理師談 不用錢 一畢 被消癮 一畢業 每一個中間 可能都要花一千多塊 甚至兩千多塊 他們談一次賺一次 所以他們都會來談 那 在那個過程中裡面 你就會發覺 我覺得這是好事 因為他們開始試著去關照他自己 OK 那我都會鼓勵他們說 你可不可以在這個過程中裡面 開始學會去疼一疼你自己 怎麼疼 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從來沒有對自己好的話 怎麼疼 其實可以很簡單 你放一首你喜歡的歌 放給自己聽 如果你手機就有這樣的音樂 你就突然今天找一個角落 就一個人靜靜的就放給自己聽 我告訴你 如果你從來沒有出過這件事情 請你找一個隱密的地方 因為你可能會聽一聽以後 開始痛哭流涕 OK 這是真的 為什麼 是因為 你知道做什麼事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那一份心意 就好比你最在意的一個人 今天只是寫了一張卡片給你 上面只有四個字 生日快樂 你都會感動到不行 OK 所以不見得我非得要做什麼大的事情 你可能只是做你日常生活會去做的一件事情 而你感受到那一份心意 你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不同 OK 所以我甚至後來會說大家都很忙 你可不可以試著偷時間躺起自己 一天偷五分鐘就好了 OK 那試著回過頭去看你自己 試著對你自己好一點 好 等農路上去就可以看見最美麗的晴空了 那 我今天來 我會覺得 我還是想談一件事情 就像我剛剛說的那一句話 我會覺得當父母很辛苦 當小孩也很辛苦 OK 所以這過程中裡面一定會有情緒 一定會有波折 那怎麼樣 在這過程中裡面 彼此都學會彼此照顧自己的方式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OK 所以最後還是這一句話送給大家 一個人是該被擋的 尤其是該被自己擋的 那今天演講就到這邊 謝謝 謝謝